这个结果这边有一个看到的 最好是类似像在Excel里面 所以最好就输出一个CSV 或者最好那就输出一个Excel档 是更方便的 人家一打开 点两下就可以直接开启 那个匹别跟现金买进 买入跟卖出 然后机器也是买入跟卖出 所以第一个的话 我们要怎么样把它抓下来这些资料 那待会我先秀一下 最后执行的结果 可以看到 那当然我这边有个标 这个上面的标题 总共会有五个栏位 所以其实这些资料 未来也可以塞到资料库里面去 那首先的话 第一个一样 我们引用那个Request 跟那个BeautifulSoup 这个固定的 所以这两个等于是 这个好partum 如果你要抓那个网络资料的话 第一个当然Request 第二个就BeautifulSoup 那一样的话 把这个台银的网址 把它放到这个Gate的后面 让他去抓 那可能要告诉他编码方式 我们里面是采的是UTF8 有的时候呢 我怎么知道这个网页到底是采取哪一种编码方式 有的时候你可以再看一下那个 还是要看原始码 不过可能要看最上面 按右键 我们看一下 原始码一下 其实看最上面就知道了 这边通常呢 他会把那个 他的编码方式 会放在那个什么 放在那个head里面 有一个叫做 第四行的地方都可以看到 叫Chartset UTF8 有没有 有的时候呢 如果说你下来的东西是乱码 那你可以看一下他的编码方式 不过目前的话 大致上呢 也就是两种 不就是UTF8 不然就是像BigFi 这两种方式 所以如果不是这个就那一个 所以大家看一下 我这边encoding把它改成UTF8 那接下来的话呢 一样 我们已经知道说 这个东西我要抓的话 就按右键检查 你会发现它有两个特征 一个它的那个什么 它的那个网页部分 我把这边点一下 这边 这边可以看 游标放上去 它也会显示出来 按右键检查 那它会出现说 它的那个 那个HTML的标签是DIV 那它的那个什么呢 CSS的那个什么 CSS的这个 这个Cars 这边叫什么 Hidden Form 然后 QuinShow OK 其实有的时候 我是建议 你就把它复制起来 点两下 这边可以复制 复制之后的话 有点像填空题 你就把它填到哪里呢 第一个 我们一样 就是SP 这个都固定的写法 然后呢 我就先怎么样 先产生 这个我先注解掉 我们先去抓 那个名称好了 那名称部分的话 我就 因为我抓的话 我可以用SP 点 FindO 用FindO的方法 去找到什么 DIV 然后后面的这一串的话 我们就是把它贴上 就可以Ctrl V贴上 我是建议用贴的 否则的话很容易出错 那再来的话呢 它会帮我放在一个串列里面 所以基本上 我们先print一下 print它 如果说这里面呢 假设Data 里面出来的是一个串列 而且是放的是什么呢 就是把那个美元 画面上这边看到美元 因为下面这个港币 按右键检查 它也是一样的 DIV 这个hidden show 一样 所以这些都是它的特征 然后它会帮我把这里面的东西 帮我把它抓回来 不过好像前后是有空白 蛮多的 可能要把它srip掉 OK 然后呢 如果我今天呢 把它print出来看一下 是不是 就是我们要的这些东西 所以我把这些 这个 把Data name 先用fine over的方式找到 然后呢 再帮我怎么样 print出来 看一下 否可以执行一下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时候呢 它就帮我把这些东西 全部找到了 但是你会发现 我只要里面的文字的话 那一样我们可以 点test 有没有 里面的文字 其他东西我不要 OK 那你就点test print一下 你会发现呢 它就会 它里面是一个串列 所以点test 变成说你要抓哪一个 你别人 第一个的话 你要中瓜糊 零 然后里面的话 编号给他一下 如果要抓美金 这个之后就出来了 有没有发现 一个 这边后面 但是前后的话 有很多的空白 所以你一样 点strip 把那个strip 去掉的话 那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抓到什么 抓到美元的部分 OK 这样就OK了 那其他的话 当然就是什么 跑个回圈嘛 你可以用for each的写法 把它零 一直到最后一个 逐一逐一的把它抓下来 那我们就可以把名称抓下来 再来一样的方法 我们还有什么 现金的部分 所以现金的部分的话 我又取一个名称叫data1 那一样用sp 去找一下file 那它的标签 特别是有 也是一样 这边的标签 选取按右键 检查一下 它的标签叫td 它的那个class叫这个 所以一样填空底 点两下 我是建议 你们以后可以善用这个方法 按右键 复制一下 反正用贴的保证不会错 这个地方把它贴上去 我刚刚这边也是用贴的 然后呢 这个时候呢 它就会帮我把所有的现金 这个地方 现金的这个跟这个 但是它是两个 一个是买入 一个是卖出的价钱 那通通放在这边 所以基本上 我一样把它print的话 理论上应该会看到 那个它里面的价钱出来 所以是在data1里面 那一样是data1里面的test 不过一样是 假设我先抓第一个好了 第一个的话是东瓜胡 0 然后点tst 把那个它里面的资料 给print出来 那你会发现这一个 print这一个 它就是现在的话 eus dollar 现在的那个现金 买入是30.66 ok 如果我们来看一下 它如果现金卖出 它卖给你的话 它是卖多少呢 30.665 那卖给你是卖 哇 31.335 所以其实银行 赚这个也赚蛮大的